官兵们一边迅速清理落石 一边疏散群众 然而险上加险的事 便到下方的路基也发生了塌方 这惊险的一幕 被正在河道作业的安全员林祥坤 用手机记录了下来 每天下来大概有10到15次 然后下面有机械 有安全员 有操作人员 危机安全 而突降的一场大雨 更是增加了作业难度 这是记者前一天拍摄到的 旁拍画面 当时还可以看到这座便桥的旋貌 但由于降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 肆意地漫过便桥 便桥极有可能被冲垮 山上面还在降雨 到下午冰雪消入的时候 河水水量会更大 那么对我们的桥梁加固 会带来更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这辆计划 在一个小时之内 上午把它抢修完 加固完 好 嗯 好